振奮人心的鼓声炒热现场气氛 松山区蓬城里中秋晚会 结合文化就在巷子里 由台北打击乐团带来精彩演出 里长准备了丰盛的摸彩品和美食 以及各式各样的摊位与渐渐活动 吸引大批里民西家带卷前来参加 让蓬城公园是热浪非凡 我们里长办了这个活动 真的很热闹 我们有油饭有炒米粉 然后有素的米粉 然后也有共丸汤 什么东西都很好吃 然后等一下我们八点会有摸彩 然后我们今天又有文化在巷子 就是有表演 等一下有音乐可以饗宴可以听 一面听 然后一面吃东西这样子 我们里长办这个活动 都比其他的里多还要好 每年都在办 只是说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 三四年没有办了 所以今天的里民特别的踊跃 谢谢我们钟家常德的采访 感谢 今天因为是中秋节的前夕 那因为三四年来 大家都备受疫情的影响 然后呢都是觉得都是很低埋的情况下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呢就请每年都有在做的庆生会 长者的庆生会 还有一些准备更多的吃的喝的 让大家呢来出来充满这个佳节的气氛 一起来提起兴趣 而且呢今天又有申请在文化就在巷子里 那觉得都不错啦 因为大家看现场来看是很踊跃 当然呢能提起很多的兴致 我就很用心的就是说要把这个节目给 这个节日给撑起来 晚会中还特别颁发奖学金表扬里内优秀学子 并且准备生日蛋糕给里内的寿星长者 而位在里内的西松高中 新上任的校长陈亚萍也前来参加 现场的盛况也让校长感受到里长举办活动的用心 我是今年8月1号 然后出任新任到西松高中的校长 毕姓陈 我叫陈亚萍 那很开心有机会到民生社区 跟各位好朋友还有前辈呢 一起为这个地方的教育做一些努力 那我过去20年的时间是在师大副中服务 那今年第一次来到西松高中 觉得非常的荣幸 也觉得西松是一个小儿美 然后同学啦 然后师长啊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那当然啦我们的里长在我们的当地的生根 以及对我们这个学子的照顾 真的是不遗余力 我们非常感谢里长给我们所有的资源 还有我们对学生的帮助跟照顾 那希望可以在跟里长的这个 互相的合作之下呢 能够把我们这个社区高中呢 这个在地的教育能够办得更好 让更优秀的学子都留在我们这个社区的高中来就读 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过来 可见的里长在当地这个办活动是有口碑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里民的参与非常非常热烈 饮食啊各方面我想长辈好像都享用得非常开心 所以可见的我们的那个里长办活动深入民心 在我们里里面经费非常的少 那刚好我们这边就全里都在都更 那我就利用时间跟所有的建设公司跟他们请益 然后就要他们来敦亲牧林 那将这些每年我都要求他们的十万块 每个单位十万块 我们就缴交到趋空所去 然后再来由本体的在学子弟 大学国中高中都有 来颁发每年不一样那个金额的奖学金 我们大学生是五千块 高中生是三千块 国中生是两千块 但是呢有一个限定的额度 如果说入围了 那每位奖学军最少最少 都可以拿到一千块的奖学金 跟里长发的奖状来鼓励他们 每年中秋晚会里长都会精心安排 不只要办得热闹 也要办得丰盛 就是希望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日子 里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团聚在一起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